大家好,歡迎來到日更頻道的, 近期澳門除了是騙案多了之外, 其實風化案方面都是多了不少的, 不知這一類風化案跟經濟差了又是不是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呢? 根據澳門日報的消息, 一名女子跟前男友去到酒吧消遣, 去廁所期間被對方性騷擾, 女事主不甘受辱,隔兩天後向治安警察報案。 跟著警方根據事主提供資料叫前男友去警署調查, 這犯人否認作案, 涉案人姓陳,男性30歲澳門居民, 報稱裝修工人、事主前男友在上個月15日接獲報案, 女事主說在上個月13日跟這名陳某去到酒吧消遣, 上去廁所期間被陳某跟著進去刺客, 對她上下其手摸事主的胸和下體, 事主就立刻爭脫逃走, 但未有即時報警, 回到去想了兩想後決定報警, 治安警接手調查, 以及根據事主提供資料跟陳某聯絡, 傳召疑犯去到警署作進一步調查。 跟著陳某當然是否認犯案, 說入廁所時大家又去廁所吐, 沒有對事主做性騷擾, 但警方相信疑犯跟這案有關, 而性騷擾罪對她起訴落案, 便移到檢察院跟進。 其實上邊這宗這樣案件, 最後可能是不予料之, 因爲無論什麼案件都好, 其實都是要講證據, 現在這件事一定會是兩個人各自講一套口供, 在洗手間就應該不會有人證了吧, 而根據上邊的新聞這樣講, 她摸事主的胸和下體, 又有無可能在三陸取得證呢? 所以我先說這類案件, 最後都是會不予料之, 同時最重要的是這件事隔兩天才報警, 更加無證據之類的又是手, 所以如果是女性朋友有些事發生的話, 最好都是即時報警, 即時捉到人好過隔兩天, 心頂著頂著, 到時又捉不到又告不入, 今集我又睇到這裏, 我們下集再見, 拜拜!